早晨 大家好 又是我 哲鳴哥 今早我也是在波哥大這個地方 哥倫比亞 這裡就開始接近我去工作的地方 叫做綠寶石交易中心廣場附近 早在很多年前 是印加的時候 黃金當然在南美洲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們知道南美洲的歷史 西班牙殖民統治也很厲害的 除了盛產黃金外 還盛產一件東西就是綠寶石 現在全世界在哥倫比亞 超過一半的綠寶石 全世界都是由哥倫比亞來的 哥倫比亞是好的綠寶石代名詞 很多都是賣綠寶石和黃金的首飾 這裡也有一條街 叫做綠寶石一條街 哥倫比亞的市安 這麼貴的地方 賣這麼貴的地方 當然不少的就是警察 他們看到綠寶石一條街 東西都是綠色的 在舊城區一直走下去 Emerald Trade Center 逢星期日就是休息的 看到嗎 全部都是用綠色來做 一些油油 都是綠色的 但是哥倫比亞綠寶石 漂亮的綠寶石代名詞 它有幾個區 我之後會有一個專門說綠寶石的 Youtube 不過也容許我做Youtube做得慢一點 關於港寶石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上次那兩條片都關於寶石 出了很久都說得很少人看 港寶石真的沒什麼人看 所以港寶石真的會慢慢出 不需要太早出 因為這個賣這麼貴的 賣貴的原因 所以這裡簡直是有 我也第一次見 是有一個叫做Police Station仔的問題 這是一條很漂亮的綠寶石 這是海南寶 看一看 這條就是一條叫做珠寶街 繼續走下去就是 Emerald Trade Center 多圍都是警察 亦都是很多這些小小店 裡面好像人家的劏房似的 一間房間裡面有很多都是賣綠寶石的 他們就不是好像我們一間店舖 週六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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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八幅 七幅 賣掉的 他們是會有一幢店舖 裡面有很多小店 看到這裡很多都是女人 再來看珠寶首飾 这些绿宝石挺漂亮的 这个是高峰的绿宝石 绿宝石也是说回几样东西 都是好像钻石一样的 切割 这里是一个商场 就是绿宝石 也就是珠宝首饰 中间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坐 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他们在这里交易 这些厕所的公仔都是要绿色的 800元一次 800元一次就是1000元过多 这里都是整层楼 可以不见你们 整层楼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上面有得吃东西 下面都是卖珠宝首饰 不要以为它细小的店铺就不行 完全不是的 里面是可以有很多漂亮的东西 好香 石楼味 里面是一餐厅 绿宝石戒指 虽然我是做珠宝 瘦式 但其实我也想买一些绿宝石的珠宝 给我老婆和我妈 虽然是我自己可以做 他们应该去收到 应该会开心的 是高人比亚买的 但这些都是绿宝石的 对了 刚才说到绿宝石的价值 都是说颜色、正度、切工和重量 之后我会说一说 有个绿宝石的YouTube 其实绿宝石除了高人比亚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高人比亚当然最漂亮 亦都是最贵的 而高人比亚有一个地方 它叫做Mushu Mushu中文是什么呢 怎算是MUZO 它叫木座鹿 这是最贵的绿宝石 之前我都说过 宝石这件事 不只是说 刚才说的颜色、正度、对称 有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出产地 当然它的质素很重要 它不同的鑽石 鑽石没有产地之分 但是宝石就流 之前如果你有看我的YouTube 说蓝宝石、红宝石 可能是缅甸的阿贴虹 Burma 或者斯里兰卡 塔吉米尔的蓝宝石 绿宝石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Mushu 这个地方 木座鹿 就是最贵的 但代表最漂亮的 那你们要小心 看看你自用 还是想投资保值 还是想留给下一代 如果其实你自用的话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买绿宝石了 自然买粒绿石头也漂亮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买得珠宝 你一定是心想想 一定是保值 很多人说 我买珠宝手石是漂亮的 不保值 我觉得你真的欺骗自己 你买得珠宝街是想保值 除非你说我送给女朋友 送那下是男生的责任 但是女朋友收到 都是因为他值钱 所以开心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用送鑽石 送珠宝水给他 OK 我又说多了 刚才那里就是 叫做珠宝街 或者叫做宝石一条街 六宝一条街 如果买呢 是可以在那里买的 骗人呢 你就不用害怕 你会不会说 我怕买到假的六宝石呢 是不用担心的 这些就可能会更害怕 对了 看到一个这样的摊档 就差不多去到 Emerald Trade Center 这里好像我们的摩托街 很多人在那里喝东西 吃东西 吹水 就有些人摊档 就买一些草石的工具品 就有些摊位的 而这里呢 去到Emerald Trade Center 这些商店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汇率问题 一去到这些商店 附近一定会什么多呢 找换店就特别多的 不同国家的人都会来买寶石的 而这里呢 很多都是一些珠宝从业者 很多都是想买货 买货的 现在是大约11点 他们不会说 躲在Trace Center店 他们会在这里 走来走去 喝点东西 等电话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就说说汇率问题 之前我在机场 有些公司说汇率 你只要找一间最好的 当然找一间最好 难道找一间最差 其实这里的汇率 我敢说 是最好的 整个波大 当然 会不会有些黑市更加好 我不敢说 但以正常的公司 因为很多外国人 会来买货的 很多南美洲的人 欧洲 欧洲少些 美国人多 他们会带美元 有些欧洲人 欧洲钱 不同的人 加拿大人 像我那样 我都会带一些加币来唱 这里最划算 如果你换就可以在这里 好像我在机场 我换了少少 因为有些必需品 就是必须要花钱 这里是可以再划5% 我已经找了好 都算是识路 自订 这里也会再便宜一点 不过我又不是唱十万九千叉 所以不会玩太远 最重要是方便自己 连这个广场 很多珠宝从业者 在这里喝点东西 喝点东西 喝点东西 转一转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 全世界No.1 鹿宝石交易中心 但你看到它是其貌不扬 不像杜拜 整个珠宝区 金街 刚才所谓的鹿宝石街 都是零售 下面是做零售 如果客人想买 如果游客来买 是可以来买 但是记得杀价 怎样杀法呢 两三折这样杀 不过你来得的 我觉得就 可以买一下 就是一千多百 就试一下 就是当手信 全部是做珠宝的 他们身上的钱 比我更高 不用怕 当然也要小心 因为这里的保安很安全 所以都可以放心一点 上面是做Holesale 就是看货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特色 就是这个 他们在这里 他们会买一些 果汁饮品 他们很流行 是这样的 这些是绿宝石的玄石 为什么绿宝石 有些是绿柱石 因为它结晶是一条柱 一条柱这样的 这些就小一点 所以它又不是很漂亮 绿宝石越绿是越漂亮的 这些那么浅色的 就 但是它是偷的 所以 静度高 漂亮 它是雕刻到有个马里亚的象 很漂亮 绿柱石 一条柱子 看不看 这些就不是太漂亮 如果这些都可以切割 做出来的 这些 这个就静度差一点 不是很通透 这个我想说 这个 这个是哥伦比亚特有的 一个绿宝石的结晶 它是绿宝石结晶的时候 里面有些泥沙 有些泥 石头 它刚有结晶 有做一条柱子 下去的时候 它的泥沙夹在中间 这些是哥伦比亚特有的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就是这些 是哥伦比亚特有的 你说漂亮不漂亮呢 我觉得就 很不知怎样说 是特色 喜欢的人就会喜欢 这个就漂亮 但绿宝石越绿便会越贵 譬如这些浅色 浅色是便宜多的 而这些绿色是贵一点 虽然这些通透一点 好了 我就进去看看 其实里面不能拍片 但我也要进去逛一逛 而且我也要去骂石 这里的女孩这么漂亮 很厉害 好 好 好 我的 我